我们前面讲了取病和非取类的疾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牙髓疾病 首先看一下牙髓疾病的病因 首先第一位的肯定是细菌的感染 那么感染途径最常见的就是从冠部的取动开始的 从前取啊中取深取到了牙髓 那么整个我们会发现一方面有牙髓的暴露 另外一方面呢即使没有牙髓的暴露 我们看到细菌距离牙髓在1.1毫米的时候 牙髓就已经有轻度的炎症了 0.5就是中度的0.2毫米以下 那我们整个在牙髓内就看到了细菌 所以我们说不一定穿水了才是叫做牙髓炎 没有穿水也可以有 这是从冠方的感染 还有从根相的一个感染 主要是从一些深部的牙周带来的 或者是血缘性的一些感染 在儿科可能会稍微的多一点点 那整个细菌的种类 我们在牙髓炎也好 根肩周炎也好 我们就想象一下它的环境 前取可能还是一个养分比较多的一个环境 到了深取就已经是厌氧的环境了 氧气没有那么多 到了牙髓炎 根肩周炎 它的氧气的含量是越来越少 所以无论牙髓炎也好 根肩周炎也好 肯定都是以厌氧菌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细菌的感染 那么牙髓炎呢 可能是肩性厌氧菌 会多一点 到了根肩周炎呢 就是专性的厌氧菌会多一点 那同学说 老师我们什么叫肩性 什么叫专性 怎么去理解 好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说鱼 好理解是吧 鸡 还有呢 龟 这种动物同学可能都比较的熟悉 那么鱼呢 是典型的 必须是有水才能活的 那么我们说鸡呢 它是在水里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所以它是没有水的情况下 它是才能够活的 当然喝水的水不算啊 就没有在海里面啊 什么河里面的条件下 那龟呢 就是处于这个有水和没水都可以 我们有水的时候 它在水里游 到岸上也能活 对吧 所以这龟是一个典型的两栖动物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会告诉大家 鱼呢 就相当于是需养性 需要养气才能活的 对吧 鸡呢 就相当于艳养 龟呢 相当于坚性的 都可以 但是它更喜欢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坚性艳养 就说明它更喜欢在艳养的一个环境下 所以我们说整个牙髓炎或根肩周炎肯定是艳养菌为主 那么牙髓炎 坚性艳养菌可能会多一点 到了根肩周 养气更少 就是专性的艳养菌会更多一些 我们就这儿 把细菌的总类就一起就说清楚了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大类的细菌的感染 除了细菌感染之外 我们前面讲过的急性的慢性的损伤 也可能是它的病因 还有一些治疗当中的一些物理化学的因素 那么考试当中去考物理和化学 同学是比较头疼的 他不知道怎么去分 像什么激光啊 干燥啊等等 这种到底算物理的还算化学的 我告诉你很简单的办法 你把这些因素呢 先把化学的搞清楚 化学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材料 无论是消毒的材料 充填的材料 还是我们说其他的一些酸食的材料 总之只要涉及到材料 OK我知道了都是化学因素 那除此之外 什么激光啊电啊 然后过度的干燥啊 那都是什么因素 物理 所以你把化学搞清楚 这个以外的基本都是物理的一个因素 还有一远性的损伤 另外还有一些蒸灵性的改变 随着年龄的增长 那么我们整个牙髓内的细胞的一个含量 整个血运的含量会减少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牙髓的退行性的改变 还有一种特殊的呢 叫做飞行性的牙髓炎 那大家可能坐飞机 坐过飞机都有这种感触 尤其是女孩子用的那个化妆品 其实就是那个矿泉水也是一样的 你会发现在飞机上那个矿泉水啊 你一打开之后特别容易洒出来 对吧 在地面上可能没有这样的情况 女生用的那个护手霜 只要你一打开 你都不用挤 那个护手霜自己就往外出 原因是什么 压力的关系 因为飞机上它有压力的这个变化 尤其是在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 有人会告诉你 要嚼一点口香糖 对吧 嘴要张开 否则你耳朵会嗡嗡的响 觉得不舒服 这就是压力的急剧变化 那在这样压力的变化情况下呢 牙髓内血管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气泡 这个气泡一旦比较多比较大的时候 就可能堵塞血管造成牙髓的一些坏洗出现炎症 所以我们这个叫非形性的牙髓炎 跟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好了 这是我们前面讲了牙髓病的病因 细菌肯定是第一位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牙髓疾病的分类 组织病理学的分类和临床分类是不一样的 所谓的组织病理学的分类 就是我们在显微镜下能看见的 牙髓有哪些的变化 对吧 临床的分类呢 就是我们临床诊断上的分类 我们先说组织病理学 第一大类呢 叫充血 什么叫充血 可能同学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 你遇到你一个紧张的情况下 比如说让你一个大会上去发言 或者是遇到了一个这个你很喜欢的人 你在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 呼吸变快 对吧 脸可能会变得一下就红了 对吧 我们就说说你看你看他都脸红了 对吧 害羞了 不好意思了 那么脸为什么会变红呢 实际上就是毛续血管的扩张 充血 在激素的情况下的一个作用 但是这个红不会一直红下去 对吧 这个人走了 或者大会发言结束了 过一会儿你自然就平静下来了 就恢复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充血 血液一充 它整个的肤色会变红 那牙髓内的血管一旦发生了冲血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话 随腔内的压力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高 那么整个牙髓对冷热刺激也会出现已过性的敏感的表现 但是这种冲血的状态是可以恢复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可负的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生理上的一个现象 我们有生理有病理的 组织病理学上牙髓冲血 它与临床上的可负性的牙髓炎 是能对得上 这两个是对上的 然后我们再看呢一些炎症 炎症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 急性的炎症就是肾出比较多 简单的说就比如说你看你这个皮肤上擦伤了之后 你说感染了那就出点浓 对吧 化农同学都知道这是感染的表现 除了化农之外 大家可能还见过说你看 我留的不是浓还没到浓 糖水了 哎呀这也是感染了 那我们把这个水呢不能叫水 不能说的这么low对吧 在书面上高大上的语言叫浆液性的 化农呢就叫浓液性的 这都是急性炎症的一些改变 所以急性牙髓炎会分为两型 浆液和化农性的 那问大家哪个更重啊 感染 化农性的更重 慢性牙髓炎就是一些慢性的炎症 组织病理学上有一些组织学上的增生 血管的增生 炎症细胞 淋巴细胞啊等等 巨石细胞的一些增生 增殖的一些表现 那他又分为有没有外漏 闭锁 溃疡 增生性的 我们后面会讲啊 这是我们说的炎症两个表现 一个急一个慢 还有一个就是牙髓的坏死 整个牙髓没有什么活力了 这是坏死的表现 我们如果没有感染 就是典型的坏死 有了感染 并且没有活力了 这叫坏居 这两个区别 还有一些退行性的改变 里面出现空泡啊 出现纤维啊 萎缩啊 钙化呀 这都是退行性的改变 最后一个是牙内的吸收 这是我们组织兵理学上的一个分类 不要小看这个分类 考试考过 考到一波学生 这个大家都不会 一说每个都很清楚 但是具体怎么分 就搞不清楚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临床上的分类 刚才我们说 第一个可复性牙髓炎 就是牙髓冲血 然后不可复性的牙髓炎 临床是分不可复 又分为了急性的 慢性的和逆性性的 这三个都是不可复性的牙髓炎 然后呢 它没有退行性的改变 它叫牙髓的钙化 坏死 这在组织病理学上是有的 吸收组织病理学上也有 所以我们帮你们捋一下 组织病理学当中 这个是有的 牙髓冲血 所以我们临床叫可复性牙髓炎 然后还有的是这个牙内的吸收 这是有的 不可复性的牙髓炎 组织病理学上有的急性的 慢性的 但是它没有的 这个同学要知道 逆行性的 这是感染的不一样 这是加了一个 那推行性改变 是我们组织病理学的分类 到临床中没有萎缩呀 空泡量改变 因为这是你看不见的 你唯独能看见的 大家看 这么多的推行性改变 你唯一在片子上能看到的 是不是就是钙化呀 所以我们在临床中 就只有一个钙化 其他的这些都没有 所以这样我们帮大家分了一下 捋一下 是不是稍微清楚了一点呢 但是远远不够 我需要同学回去之后 做一项工作 这边是组织病理学的改变 这边是临床的改变 放在一张纸上 给它写上 你去对应上 这样就不容易出问题了 这个题你要说考的难吗 不难 但是会考到一堆的人 所以要高度警惕这样的一些题 那我们整个牙随病的检查方法 简单的部分我们就快点过 到重点呢 我们会说一下 首先就问诊 要问清楚疼痛的三要素 就是我们症状三要素 你的症状 你的时间和部位 那就是什么地方 怎么着了 然后发作有多长时间了 另外就腺病史啊 然后家族史啊 全身的疾病史都要问得到 那疼痛呢 我们就要问疼痛的部位 然后疼痛的方式 有没有缓解或激发的一种情况 然后还有它的时间 有什么特殊性 这都是我们需要问的 全身的检查 包括全身啊 口腔内啊 包括这个和面部的情况 都要查得到 探诊 我们就说一下就好了 无论在口腔内做任何的操作 包括检查 我们都强调有支点 你们在时间技能考试当中 支点这个基本上是一票否决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 如果你没有支点 那整个这个分 你就很难拿得到 很难及格 有支点了 OK这个至少及格线 老师可能会保证你了 差不多了 我们再去看其他你的操作 我再判断给你多少分 所以支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有没有支点 直接就体现了 你自己的基本素质 怎么样 所以这是老师判断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在探诊的时候呢 如果碰到了有可疑的穿水孔的时候 千万不要使劲的探你去 会引起病人剧烈的一个疼痛 那用过探针也并不完全一样 扣疹不能拿镊子 千万记住 在时间技能考试当中 千万不能拿镊子去扣一扣 太轻了 没有任何的重量 扣疹一般是拿平头的充填器 需要有一定的重量去扣 有这种垂直的扣疹 和侧方的扣疹 我们扣疹的力量也是不一样的 一般先扣正常牙 再扣换牙 那扣痛呢 阴性就是跟对照是一样的 扣痛一个不适 加减号 这叫不是 就是你说疼吗 也不算疼 有点不舒服 一个加号是重扣 轻痛 三个加号呢 是轻扣重痛 不一样 三个加号 轻扣重痛 轻轻的往上一扣 一人疼的不得了 这个一个加号呢 是重扣 扣的力量啊比较大 但是呢 疼痛比较轻 俩加号就介于他们二者之间 这是扣诊 门诊 门诊呢 我们主要可以看到牙龈的肿物的情况 有没有波动感 还有牙齿的松动度啊 粘膜啊 然后有没有活动啊 淋巴结啊 都可以去看得到 松动度 我们在前牙拿镊子夹着切圆 到后牙呢 拿镊子并上 抵着河面的窝钩 一度松动 是指的是一个方向 或者松动度在一个毫米之内 二度呢 两个方向 松动度在一到两毫米 三度呢 那就是三个方向 这个好计 对吧 然后松动的幅度 在两个毫米以上 好 我们重点来看一些牙髓诊断性的实验 会讲到两个 一个是温度测试 一个是电测试 温度测试当中 我们正常的牙髓 是可以耐受一定的温度的 就是你吃一些凉的热的东西 我们牙齿不至于疼痛 那么可耐受的温度范围 这个大家知道 二十到五十度 我们把两边各扩十度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冷刺激和热刺激 二十度减十度就是十度 对吧 五十度加十度呢 就是六十度 所以十度以下 我们叫冷刺激 临床中往往用一些小冰棒啊 小冰棍啊 反正就是一些冰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大于六十度以上的 我们叫热刺激 然后往往用这个烧热的牙胶 这样子测 不是牙胶胶啊 是那种牙胶 现在其实牙胶除了做热测验之外 用处已经很少了 以前呢 经常会用它做攒风 因为现在攒风才的发展 所以它用的也比较少 那注意这个烧热牙胶的时候 烧这个牙胶的时候呢 不要把它烧冒烟了 这个要注意一下 后面我们还会去讲 那我们温度测 它的这个测试的注意方式 也是一样 先测对造牙 再去测我们的换牙 对造牙选择的标准 指的是同核对侧 同名牙 啥意思 比如说右下六是你的换牙 你高度怀疑这个六有问题 那你选择的对造牙是谁呢 都是下核 但是要对侧 那就是这边是右 这边就是什么 左 同名牙 六 那我们在做温度测试的时候 测试的部位 实际上是业内有所争议的 每个专家说的都不完全一样 一般呢我们会选择唇甲侧面 因为舌侧不好做 用它的中三分之一的这个部位 因为这个部分牙体组织 一般来说是比较完整的 而且呢它又不像颈部 容易损伤到这个牙龈呢 等等容易有一些 这个阳性的 假阳性的一些结果 所以这个部位相对是比较准的 那温度测试之后 它的结果只有几个表述 一共四种 一个是正常 敏感 迟钝 无反应 正常好理解 就是同对照 无反应也好理解 就是冷热都没有什么反应 那我们来说一下 另外两个敏感 你们会发现在我们正常的 标准的解读当中 或者记录中 我们是没有疼痛的 原因就是疼和敏感 很难去进行区分 你说什么叫敏感 什么叫疼 对吧 每个人的痛欲都不一样 所以它索性就放在了一起 而且这个基本是从英文 直接翻过来的 那么这个敏感 我们又分为 一过性敏感和敏感 如果你不好记 你就记着 敏感 就等疼一疼 就OK了 我们就记这件事 大家就好理解 一过性的 就放上去疼不疼 疼 拿下来还疼吗 不疼了 放上去疼吗 疼拿下来 又疼了十几秒 挺难受的 这叫做敏感 一过性敏感 不一样 持钝呢 我们分为两种 一个就是持钝 一个叫持缓性痛 什么意思 放上去疼不疼 不疼 过来 起来竖一下口吧 吐一下 不行 疼起来了 这叫持缓性痛 就是反应比别人慢板牌 但是疼不疼 疼 还是疼的 持钝是放上去凉吗 没有刚才那个凉 对吧 刚才放上去能感觉到这是冰的 这个放上去呢 有一点点 但是没有那么明显 这就叫持钝 这都提示牙髓 有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这就是我们温度测试的结果 只有四个表述 正常 敏感 持钝 无反应 千万不要写出其他的一些 别的表述 那我们在做温度测的时候 要注意 如果你要是做冷测试 用小冰棒的话 因为呢 这个冰接触到牙面之后 它会融化 成水 所以如果你要测多个牙的时候 一定要从后到前去测 你不能从前往后 因为你测到前面的牙 水流到后面之后 就可能会影响结果的一个判断 还有呢 如果用热的测试 刚才我们说 那个牙胶要给它烧热了之后 但是不能冒烟 这个牙面要保持湿润 因为你牙面 如果是不是湿润的 干的 我告诉你 放上去之后 那个牙胶就会粘在上面 特别难清理 所以应该是保证一定的湿润的状态下 我们特别是千万还要注意 不要烫到病人 这是温度测试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电测试 电测试呢 因为大家临床中 做的相对比较少 尤其是我们同学啊 做的就更少了 所以让大家去理解 这个事有一点点的困难 那实际上 我给大家画一下 电测试是长什么样 大体上看得懂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呢 伸出来了两根线 两根导线 这两个导线呢 有一个是有一个探头的 这是一个探头 然后这个导线呢 有的时候伸出是一个钩子 钩在口角 同学听了 很耳熟啊 对不对 特别像根侧椅 有的伸出不是钩子 是一个导电棒 让病人捏着的 或者是有的是一个片 让病人贴在后背上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个是与身体接触的 无论是勾在口角啊 捏在手里啊 还是贴在后背 总之是与身体接触的 然后这个东西机器呢 它是装电池的 它这个地方往往有毒树 这个毒树是不一样的 就简单的话呢 我画这种 这种就是带有指针的 从0 1 2 3 4等等等等 一直往上升啊 那么这个机器呢 它是可以发出电流的 我们大家知道 人是一个可以导电的 是电的导体 所以我们就知道 小时候从小就告诉你 不能去拿手指头 去戳那个插销 对吧 然后呢 不能去这个碰电 因为你会容易电到 会觉得电速速 麻速速的一下 你会发现呢 整个这个电工 去修理的时候 他会戴橡胶手套 穿一些橡胶的鞋 这种原因是 人是一个导体 那我们通过测量 测量得出人 他会有一定的电阻值 就反正你 你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电阻值 总之呢 大家是一个平均的 你导电和我导电 他导电 大家都差不多 只要是活的人 总之我们是能导电的啊 但是导的电流 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听没听过 什么超导体 就现在我们说 从这个发电厂 发出来的电 经过电线 到你们家里面 比如说发出100 到你们家 可能就80 那20是什么了 中间的电线 就都用掉了 对吧 所以呢 超导体的好处 就这100 到你们家 还是100 不耗电 简单说 就这么意思 人还不是超导体 它中间会浪费一点电 所以我们去通过去测量 得到一个平均值 那特别说 老师你说这么多 我们要干什么 大家可以想象啊 这边跟身体接触 这边这个导电棒呢 跟牙接触 贴在我们的牙罐上 大家想 如果说这颗牙是活髓牙 是不是我把电流 从零开始 往上逐渐的加 当我加到一个平均值的时候 比如说加到20 随便说加到这个值的时候 病人有什么感觉 小时候咬过电磁吗 就麻酥酥的那个感觉 就通电了 对吧 有一点点要通电的感觉 他就告诉你举手说 我有感觉了 大夫 那么这时候好 你就看这个指针 现在指向20了 你就记录下来20 一颗牙呢 我们要测上两到三次 原因就是 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我们取一个平均值 这样的话会更准一点 这是我们去测对照牙 然后我们同样的情况 去测换牙 再去读这个数 如果说换牙 牙是活髓 那它跟对照牙的数 应该是基本是一样的 对吧 那如果牙髓是坏死了 没里面没有牙髓的存在 这个牙就是一个空壳 那它就不能够导电了 那我们即使把电流打到最大 病人肯定都没有什么反应 估计都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电测室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原理 那我说到这儿 其实同学说老师 我要把基本原理都背下来吗 不用我是来帮助你后面去理解的 但是我需要你们知道 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做电测试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导电棒 接触到这个病人的牙面上 对吧 这个后面跟假阳性 假阴性都有关系的 然后另外一个手握着 总之要形成一个电的一个回路 那大家就想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牙有什么要求 操作出什么要求 要不要隔湿 要因为大家知道唾液水是导电的 所以一定要隔湿 另外我能不能这导电棒 直接放在一些金属的修复体上 不行吧 因为金属也是导电的 这都是要去注意的 然后呢 我们测出这个结果来会读数 得出两个数 一个是我们对照牙的一个数 比如说刚才说20 一个呢 是我们换牙的这样的一个值 换牙也会得出一个数 我们去跟对照牙这个数 进行一个对比 最后我们会判断两种情况 一个叫正常 一个叫无反应 那什么样是无反应呢 我们认为这两个数之间 差值大于10的时候 就认为是无反应 比如说这个是20 这个是32 我就认为他俩不行了 对吧 你看中间差值大于10 就认为是无反应 那么我们说他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正常 一个是无反应 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电流打到最大 病人都没有什么感觉 那就牙髓死得透透的 一点什么活路都没有了 那我们说正常和无反应 这两个结果只能判断一件事 牙髓是死是活 至于死多少活多少 他判断不出来 这事能理解了吧 也就是说 探一探鼻息摸一摸动摆 这个人还活着 至于他里面受了多重的内伤 有什么病 我不知道 我只能告诉你 他活着 探一探 这个都没有了 死了 行了 路土为安吧 就大概只能干这件事 所以好 说到这里面 电活力测 我们大家知道了 只能干一件事 判断牙髓是死是活 所以他只有两种表述 正常 无反应 什么叫无反应 差值大于10 这种就是一个异常的一个表现了 那注意事项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先测对照牙 再测换牙 做两到三次 取一个平均值 装有心脏起搏器的 因为要通电 这样的患者不要去用 另外呢 我们要注意隔湿啊 不要接触到一些金属的探头 这里面我们会有考试会考到的 一个叫假阳性 一个叫假阴性 我最反对的就是让你们背 因为背完了之后就会晕 考试的时候可能就会混淆 要错就全错 就中间都没有啥活入可降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理解 怎么理解呢 如果考试当中 先说这个假阳性 如果要考试一旦考你假阳性 同学这么急 先看什么叫阳性 阳性 说明这个牙随时死的是活的 阳 阳间啊 不是阴间 说明牙随时活的 对吧 先看阳性 说哦 OK 牙随时活的 那假阳性呢 就是什么活 假活 假活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假活 就是牙随 其实是个死随 你做出来的结果 是一个活随 这是不是叫假活 对不对 那这样的情况 遇到什么情况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几种情况 第一个 没有充分的格式 我说你能理解就可以了 唾液 或者是我的探头 接触到了一些金属的修复体 有可能吧 还有患者过于的紧张 哎呀 你别电我了 对吧 所以你一放上去 我就举手 这是患者的影响 大家都可以理解 还有一种情况下呢 是虽然牙随坏死了 但是牙随坏死之后 变成水了 叫液化坏死的牙随 变成水就可以倒垫 这个时候你做出的结果 可能也是个活水 但是牙随实际上是死掉的 这几种情况都好理解了吧 不用去死定位了 考试选择体一样样对 看它能不能引起假活 OK了 那我们下面看下一个 假阴性 一样的道理 先来看阴性 阴间啊 那就是死了 假死 假死啥意思 装死 就是装死 实际上是活的 但你测出来却是死的 那么这个什么样的情况 可能 刚才我们说接触到了唾液 没有格式 接触到了金属修复体 那到这个反过来 压根 我这探头就没跟我们牙齿有效的接触上 有可能出来的结果 就没有结果 对吧 你过于紧张 没让人接触上 假死 或者呢 这个患者预先用了一些麻醉剂啊 喝了酒啊 反应不敏感 也有可能 还有呢 牙髓啊 它里面过度的钙化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有 对吧 还有我们前面讲过外伤 讲牙震荡的时候 我讲过一个词 叫牙髓的修克 会吧 牙髓的修克 也有可能会造成出现这种假死的状况 最后同学再记一句话 在边上写上 我们背一下就可以了 叫年轻横牙 经常装死 年轻横牙做出的结果 往往是死碎 但实际上它是活碎 大家就记这句话 年轻横牙 经常装死 就OK了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检查之外 还有根肩片 包括CT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片子 这都是我们要求做的 大家去看的 当然癌线片 它有一定的局限性 它看内吸收啊 看这个钙化呀 效果是比较好的 不用我们单纯的用根肩片 去判断有没有牙髓眼 这个事是不太准确的 你不能说这个取坏没有到牙髓 我们就说它没有牙髓眼 这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经常 你说这件事吧 挺简单的 但是我们其实在临床当中 我经常看到 我大夫说照个片子 我来看看有没有到牙髓眼 一照片子一看 说你看取坏还没有到随腔呢 这肯定不是牙髓眼 我们前面讲过了 所以它有牙本的小管 有一定的渗透性 同时对我们根管治疗啊 包括一些硬组织啊 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当然它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咬诊 咬诊呢 除了能看到 我们前面讲过的牙引裂之外 我们也能看一些核闯伤 有核闯伤的时候 一咬打打打打打牙 看到这个牙齿 别的牙都没动 它先动 或者这个牙 这个牙根 这个地方的牙银变白 肯定代表着 它的咬合力量是比较大的 染色 前面讲过 看引力 还有就是选择性麻醉 这个时候经常遇到一些 急性牙髓炎的病人 因为后面我们会讲 急性牙髓炎呢 患者是很难分清上下的 他只能告诉你这边牙疼 那有的时候病人就很执着 告诉你 反正就是下牙 肯定是下牙 但是我们查下牙都是完整的 上牙有个很深的取坏 你告诉他上牙 他不信 这时候怎么办 打一枝麻药 对吧 你看我上牙只给你上面打一枝麻药 你打完了不疼了 那就说明我说的是对的 这种叫选择性麻醉 一个是劝病人 另外一个 当你无法判断上下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判断我的病原牙的大体的位置 偷照法 这个偷照法呢 大家可以看到 买玉的人可能会有 拿个小手电筒 然后在玉这个地方去照 看什么 看里面有没有絮 对吧 还能看有没有裂纹 那实际上也一样 你把这块玉换成牙 序就是看里面有没有曲 有一些隐匿的曲 列纹呢 就是看有没有隐匿 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 一样的道理 那整个牙随病 我们的诊断 通过首先问 有个大体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一般的检查 我们去初步找到几个怀疑的牙 最后通过我们前面讲的 温度的测验啊 电测验 来最终确定我们所说的患牙 这就是整个诊断的一个程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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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